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即使看似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也离我们很远 即使建造了一种能承受数百光年的旅行工具 即使它能以光速移动 也要花上几代人才能到达它想去的地方 所以问题不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找到它们 而是为什么我们还没确认它们的身份 为什么它们一开始就出现在这里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源自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带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带设计